先來講一段歷史 我們過去就聽說 二、二、八 是怎麼台人、怎麼四季都不可以問 怎麼可以有美典 沒錯 歷史上、課本上都不敢說 怎麼有一個紀念美典 這個事情要拖到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六年 台灣人選到一個台北市的市長 聖誕 這個市長 他就認為我現在有行政館 我可以用我的市長館 要求教育局 要求台北市立美術館 正式來辦理一個 二、二、八紀念美展 所以在台灣美術史第一次 有二、二、八紀念美展 是一九九六年 由市長行政命令辦理 那個市長姓陳是誰 當然是陳水扁 他有一個建設 他就勇敢用行政命令 讓台北市立美術館 主辦美術史第一屆 一九九六年的二、八紀念美展 起碼是大公益之外 所以一九九六 九錢 九百 九九 連續辦四次 因為市長是認管四次 大公益之外 1999年 台北市立美術館紀念美展 開幕主持者是誰 姓馬的 他媽的市長 所以馬市長去主持 在立美術館228美展 結束以後 北美術館 不會再辦理任何有關228的研究跟展覽 這把銀行會總會發起 所以我跟市長是跟很多好朋友 知道這個事情後 就很緊張說 好不容易點出一把 有正義之火的美展 近年去給一個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黨宣 每次市長 要跟他 第四年 所以 整個市長 就要搶酒了 所以我下去 找他 找他 家裡的文化局長 賴萬聖 爛萬聖 我跟他說這個背景 你就要在家裡 主辦 兩千年 228美展 那不然 台灣美術這把 生活的發揮 他天然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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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不然找一段 所以 兩千年的紀念美展 就是由所證明我本來 去主動找 多萬聖 在家裡 228紀念館 辦理 這把銀行會 228紀念 美展的 生活 才跨過走水溪 2002 2006 2007 才由海洋 文教基金會 在高雄好班 在宜蘭好班 在孫徽 所以這個聖火 就是這樣 一直點到 美空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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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發起了 聽說 你再剩一個 怎麼又發起了 因為台灣人 又選一個總統 他謝罵 所以等到謝罵 二禮罰就發起了 一直發到 美空一錄 好感到 你說一錄 台灣人選出來的總統 是不一樣的 來剩英文 所以我本人 他就散過 一條散光 跟他提供 給我拍一個閃電 就說 誒 2017是 2月277千年 228 這裡有正義之火的 藝術電量 是不是可以重新點燃 我剛才在 2016月5月去記 自己家裡的 徒姓哲市長 我跟他說 雖然感動 尊敬的好事 他問我說 要做什麼事 二禮罰 自己師匠最大 丹町埔 歐陽文 頂頂這位 都在這裡受害 你是不是可以用技術的手腕 來辦一個紀念美墊 你這個醫生市長 你是醫生市長 你就要做人道正義的工作 所以你如果辦一條紀念 你就可以將 228在嘉義的傷心地 轉型為人權藝術的聖 這個紀念美墊 是全台灣唯一的一條 你可以在屏東 在高雄 在台南 在台北看很多人 在路面塞 在憲法 有人用藝術文化的角度 來做一項 對228有建設 有加分 的歷史功課 所以 各位介紹 台灣美食市長的 228紀念美墊 他的由來 和2000年到2017 為什麼在自己運動中 這就是我本人 一種加藍兵圓 康復小孩的 一個職業感